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费衣材上线 也就是衣材的自费天花板 有没有可能是让陈时中走下神坛的关键事件呢 好 我们刚才介绍 在接下来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台湾医院心脏科外科主任 袁明琪 袁医师 大家好 邀请到国民党立委洪孟凯 大家好 邀请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阿观好 大家晚安 药理学教授潘怀宗 大家好 邀请到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马上要问您视讯连线的是 民进党议员黄文艺 黄议员 议员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议员我念一下新闻 为什么跟你视讯连线呢 最主要是在今天 韩国瑜卸任前爆发了 急销毁机密文件事件 而且据说有了关键证据 这个事件是你在议会咨询提出来的吗 对 这个是我在部门咨询的时候 问阵风处的一个新闻事件 好 你为什么会提出 他趁着销毁文件的过程当中 夹杂机密文件 你有什么证据 这个是我在议会咨询的时候提出的 因为在6月11号的时候 有被民众发现在凤山的前面 中心看到一台垃圾车 然后有公务人员陆陆续续 就丢了许多的公文文件 到这垃圾车上面去清运掉 那在这个时机点 虽然这是教育局 澄清说这是例行公事 但是大家都觉得说 隔天就要被解职了 为什么这个时机点 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而且垃圾车的负责人 也曾经试着跟教育局联络 是不是可以延期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机点 你在议会提出质询 这应该证通处赶快去查清楚 如果没有就要把它说清楚 如果有我觉得应该要严加的 来 黄议员那我请教一下 什么时机点才是最合适的时机点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高雄市政府 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例行的轻运工作 而且今天杨明洲这个代理市长 他算是城局的人马 也算是韩国瑜市长的秘书长 他也今天出来讲是说 这是例行公事 没有任何的可疑之处 而且也有录影存证 所以现在是不是 黄议员你在质疑 杨明洲市长他处理的是 有点争议的 黄议员 杨明洲现在还当代理市长 他之前是参议 他应该也不晓得说 教育局有这个形态 他之前也有担任过秘书长 没有担任过参议 也有当过副市长 所以说其实高雄市政府他应该是最加清楚 连阵风处处长都不晓得 连阵风处处长都不晓得 教育局有这个行程 所以你现在应扣杨明洲帽子 好像说他当了 完全没有应扣杨明洲帽子 是杨明洲他自己 今天告诉我们 所有的大众长说 这个是例行公事 这个有录影存证 如果不是 我觉得所有的例行公事 没有急到说 在他离开之前一定要效应这些公文 因为也只有教育局做这些事情 如果照你所说的 其他单位都例行公事一起来处理 但是很多都在6月12号以后 才要执行这个销毁风文的程序 唯独就只有教育局做了这些事情 那对不起我打个岔 来文英兄 时间点很敏感 所以你怀疑有鬼也很合理 但是怀疑归怀疑还是有证据 所以现在你直悬了 正风处之后呢 他能不能查出到底销毁哪些文件 所有的文件应该都会有副本留存吧 我要讲的就是说 所有的文件都已经销毁 当我在执行的时候其实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查出 到底销毁哪些文件吗 它已经是一个 死无对证的一个案子 就是说在所有的 这场民修战道暗兔城昌的概念 所以黄议员 到底你手上掌握的证据是什么 黄议员我们只请教一下 因为民意代表发生 都要有一定的证据 不能说只是怀疑 所以您掌握的证据是什么 这黄议员你的说法是 死无对证 没有办法查了 我认为被销毁掉就死无对证了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被销毁掉了 但是当信任的人都提前提議的 我还是希望 全世界的这个民意代表都很好做 就只要讲指控 死无对证就没了 那阳明周讲的话大家应该要听吧 我想到底文件有没有问题 这条有没有夹杂机密文件 韩国瑜是不是在灭证 我相信还是要有更具体的证据 要仔细查一查了 但是我们回到这一次的 高雄市长补选 我相信才是815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来 蓝营呢 大家之前都说推不出人选 人家现在人选呼之欲出了 我们来看有几个被点名的人选 这里头呼声最高的是 吴怡丁 来 亮亮 吴怡丁是吴光迅的女儿 对 你让他激动 你让他激动来站起来 没有 这样看痕 那个吴怡丁的爸爸吴光迅 是属于高雄白派 他是封营吴嘛 在股市就出名了 我们待会再来讲他 他爸爸是不是主力 是不是大户 封营证券的董事长 对 他过去是不是 当然是 当然是 所以他的错叫封营吴 所以他是主力大户的女儿 他去年被判无罪 可是前面一审 有写出那个整个的过程 那就看到他用子女来开户 所以吴怡丁本身也是那个 所以吴怡丁是因拔岳人逃 就是那个开户 不只他啦 还有三个子女都有户头 那不还是没罪 可是那个过程 吴光迅是没罪 但是那个过程呢 来 因为如果吴怡丁要选高雄市长 最下面那句话 他原刑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 一定会 那因为那个 后来整个审判 那个判决有列出他的市政 那就列出了1号到11号 所谓不知情的这些人头户 吴怡丁就是其中一个 吴怡丁 吴怡丁 这都是吴光迅的子女嘛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吴怡丁 成为吴光迅的人头 在户头里头杀尽杀出 那个最明显的是 2013年那个民意科技那支股票 你坐一下 你坐一下 你这样我压力很大 来 民意科技 这一档是永兆 然后这个是永兆电子 永兆电子是最早是2005 它很早就开始了 永兆电子这一档大概 牵连到三十几家上市贵公司 三十几家 听说这支股票和古董章 也因此陷入牢狱之灾 没有错 很多投雇的也都介入了 那这支那就是他就是那个风云吴就有介入 可是他也是没有事 这是第一支 这个是永兆电子 这个是因为古董章 张世杰因为联动到 所以这个事情就被人家记得 好 所以这档个股呢 在吴光迅介入的时间点是在2004年的4月 当时股价位置大概是在这里 曾经最高炒到这里 好 那当时的股价位置差不多六七块 最高曾经炒到大概12块左右 那后来就跌到两块 后来就跌到两块半 后来就跌到两块多 好 除了这一档 很多档 很多档代表出来 另外一档是2008年的那个 节操通讯 节操通讯 那现在已经变成重新国际 那这一支股票就更悬了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被人家查到 就是它有左进右出的 我们证券上叫做假交易 假交易为了 为了营造成交量 要营造一个量 让这一档个舞不要那么冷 热一点打护才会想进去 他也承认有这个现象 可是这个在我们证券交易法里面 后来他还是无罪 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禁 然后用我们刚刚看到 他的子女的户头出 左手禁右手出 用这个方式 那这个现象他也是承认的 那就是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 争议的现象 那后来到2013年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民意科技 民意科技 这支股票为什么会特别引起重 是因为从2010年到2014年 民意科技从41块涨到213块 那他等于是在尾端 就是在2013年9月介入的 我讲的是吴光迅那个集训投资 那他介入之后后来就 他介入了隔一个月 全球财经台有一个股票台 就开始主力推荐 那后来那个主力推荐的这几个 配合投顾老师喊股票 对对对那这几个投顾老师 后来又介入了加币期 跟吉祥国际这两党 那这几个投顾老师 后来因为这两党都被判刑 这不是坑杀散户 什么是坑杀散户 这两个是 批那200多块 又落到28块 对 不过他呢 还配合投顾老师 不过我跟你说 他有没有发现 他女儿要算高雄市长 你没意见吗 你都没说话 有什么 今天陈其脉为什么点点呢 不因为他不开始言 又不一定是他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瓜田里下 因为他最后 他可以拿出他的判决说 他没有罪 你不知道要怎么解败 而且那个投顾老师被判刑 是加币期跟吉祥全球 那两党股票 不是名义科技 是不是姓正的投顾老师 对 没有错 其实这个人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姓余的 那个也蛮有名的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现在吴鱼丁持有最高的 那个419张那个康友KY 康友KY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是长期持有 它从2018年开始持有 它是大股东嘛 那后来引起注意 因为2018年曾经九支跌停 然后市场将就蒸发掉200多亿 也引起了金管会的注意 可是这支股票就是从去年 今年开始涨 那涨到现在也200多块了 事实上吴鱼丁他算是投资高手 因为他后来 是姻拔投资高手还是他 不是 他是真正的投资高手 他也是投资高手 他在高盛上班 因为后来他要申报财产 你可以看到他买的股票 包括大力光 包括郁金光 事实上都是可以长期持有的股票 好 有可能是吴鱼丁吗 那我们来听吴鱼丁怎么说 你说个人意愿不是最重要的 那你为什么不参加这一次的补选 谁跟你说我不参加的 所以你有可能吗 没有 应该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不想要在他们党中央 做任何决定之前 表示任何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不管我现在是如何表示 都有可能会破坏团结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 好 在人选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说我还不用发动攻势 太早了 还没有确定 孙大白不是他的没拆港 那民众党也要推人选 对 对 这位国民党真的来了个发大财的 这位国民党来了要真的发大财 八个字送国民党 国民党这是如果说这个符选 是听名吴怡丁 那就八个字 这个出师未竭胎死腹中 固然他当人头人头是无罪 没错 但是法律只是最低的标准 那道德才是最高的法律 那么你看 你为什么就会胎死腹中 你怎么说让胎死腹中 因为这样子就已经 他完全没有正当性了 就是在这一件事情里面 我觉得他会受到社会的质疑 议员要不要一样的标准来解释一下 陈吉迈有可能的人选 投资炒作股票的人头 你看现在连柯文哲都出来吃 国民党的豆腐 柯文哲是说白蓝合作 也不是蓝白合作 就是说他一岁的婴儿党 科党 这个小党要病掉百岁的大党 所以他这个薪水怎么办 但是白蓝合作就像这个名称 白蓝就是白木 就是很瞎 如果国民党又公共产党 议员你刚才是在讲漱话 对 不是 不是吧 不是 那我想太多了 是白蓝合作 只是你发言不标准 所以讲的 对 我的意思是说 白蓝台语就是白木 就是瞎 如果一个百年大党 国民党 还要被这样子的一岁的科党堪去 那是跟魔鬼交易 等于是贴嘴 贴嘴 有多 结论就是这样 高雄普选这一次蓝营一定会推出人选 你放心 所以说这个感谢议员给我们的提醒 跟这个警示 但是高雄市长不选 我们一定会推人选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一样 如果说现在吴怡丁 都还不是人选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要这样子攻击的话 那他有可能真的是黑马 那我也奉劝不要当猪队友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说 陈其迈现在声势声望蛮高的 如果说你继续攻击 我们可能潜在的人选 可能陈其迈最希望是说 就是不要有任何冲突 就是瞬瞬那跪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说 大家那么用力的攻击蓝营 可能人选 可能反而会拉抬奥兰营的攻击 那不会挺后 这一次的补选 干脆不要提名 好好的沉淀反省 搅白卷 一白遮三丑 第一个遮掉你们临时抱狗角 你不是提到白你就会拚 第二点就遮掉 国民党的低社会支持度 韩国瑜好歹还十几% 国民党现在只有9% 第三点就是遮掉 国民党的私出无名 因为你如果是要拿韩国瑜的大旗 韩国瑜是被高票罢免掉 那你如果国民党说不 我要令其如照 韩国瑜刚刚被罢免掉而已 那他尸骨未寒 你就要令其如照 所以国民党进退失去 失出无名 好我们来看 蓝白河不是说到是白蓝河 对对什么河我们没关系 反正就是白色跟蓝色要合适 真的有贏吗 昨天看到罗志强说什么 要提蓝白河 原来你们在那边那个 不是 曖昧那个 我们是希望说公推一个五党籍 那希望国民党放下就是这种 你要记得14年 14年的时候 柯文哲也是用五党籍啊 那民进党来支持他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是绿白河 现在你们变蓝白河 那时候你们那时候就是可以 你们的多好种颜色 然后2020如果 我们来共推一个五党籍 那会赢吗 至少可以让这个选举 就是共推一个在地 我们还是要希望能够推在地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希望跟国民党合作 在高雄重演2014的柯文哲 当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大家都希望荒假成见 就是共推一个五党籍 好 来 国民党过去也曾经跟别人合作过 但是下场都蛮惨的 没有 我觉得民众党 我们还是先给他一点 小小的镜头 这个蔡壁如根本就是个250 蔡壁如连谁的节目 对 她连谁的节目能上 谁的节目不能上都不知道 那么帮帮忙 蔡蔡姐对民众党多么负面 你跑去送投给她 她上蔡蔡姐的节目 什么时候出过正面新闻 站个 不是 这个时间不能骂 不能骂张康话 她站出来都是负面新闻 这叫什么迎战 你做收视率给她 那你到底是要跟蔡蔡姐合 还是要不合 先搞清楚 再来国民党每一次 从以前到现在 每次只要什么合 什么就败 不但是败 而且败完之后 翻脸所在多有 以前我们上智联战 那个时候跟宋楚瑜合 合了最后有没有败 败了 然后宋楚瑜是不是就跟四年一次的诅咒一样 连每四年都跑出来 跑到国民党手软脚软 后来每一次的选举 国民党只要想说国清河 或者是当年的国清河 没有一次不是翻脸收场 那是国民党要求不给人家钱 说好 选举补助款要给人家 不给人家钱 你们国民党将吞下去 没有啦 没有 没有 主持人 这讲太远了 我觉得是这样 不是 有没有这件事 不然怎么不够成这样 你说跟连赞宋楚瑜那时候 是啊 那个选举补助馆不过当初说好 国民党拿二 清河拿一吗 他们还不是要求二一天做五喔 你拿三分之二 我拿三分之二 我不是要讲说我年轻 但是说实在那个时候 我还在念书 我真的看不懂 我们太老了 太老了 所以我一直说 你们过去如果跟清河合作 这么没有诚信 那柯文哲找他不是 柯文哲找他就是口头上占个便宜 就跟路上看到一个梅亚说 梅亚好正 要让人打吗 那这个当然不是真的要去打梅亚 就是嘴上占占便宜 但以蔡壁如的能量 讲这种嘴上占便宜的东西 真的没有可能 而且国民党为什么要跟你合 你在高雄也是一个局外人 如果还要合推一个五党籍 国民党在那边的所有议员都假的吗 很奇怪 你当国民党自己是塑胶做的吗 你出来选还觉得有可能 你这不是跟之前那个孙先生一样 有没有 孙先生就是著名的 大贤良师张角 做过几百次民调 每一次都韩国瑜上 没有准 没有准 然后现在还说 那我推荐高雄历史哥 一定搞不好这个 陈其脉不会躺着选 废话 陈其脉选举拿他躺着选吗 你以为他住在病院吗 当然不是 现在国民党真的要提 就是要提能蹲点蹲十年的人 不然根本所有其他东西都是假讲 柯文哲真的只是打打嘴炮吗 不一定 我们来听徐晓星怎么说 柯平会不会就私下找一些你们的议员 不管吃饭或是聊天 聊一聊就是有没有兴趣 类似这些 就我知道应该是有一些 但是他们聊什么内容我是不知道 然后我们从其他地方了解 民众党朋友有讲说 他们的目标其中之一 也是希望去拉一些 国民党的优秀人才去 好 我知道柯文哲 是绝对不会邀请你吃饭的 所以我知道 所以参会里一定没有你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什么红仙吧 他有没有在挖 挖国民党的墙角 柯文哲 这个五年半以来 他的市长任内 他无时无刻不是在做这个事 尤其他对各党的议员 他本来就是分梯次 那分批 他都要希望借由 餐会用餐跟大家交好 跟大家交好 跟挖墙角那是两回事 对 但是他的交好比较特殊 比方说他都会用说 除了吃饭以外 他都会交代他的属下说 是不是这几个议员 他们有什么案件要处理的服务的 我们就特别勤快一点 他常常用这种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柯文哲表面上白色 其实不然 他是一个很昏的家伙 就是会用尽各种手段 去收容 去拉他自己的 现在已经先挖到了谢力公了 对 对 柯文哲而言这就是 因为柯文哲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核心价值 所以像谢力公对柯文哲而言 捡到蓝里就是菜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 好歹你是个百年大当 你有自己基本上 你有自己的看法跟价值才对 你怎么可以去跟柯文哲合 就我再讲一次 如果跟柯文哲魔鬼交易 结论就是被鬼抓去 好 捡到蓝里就血菜 柯文哲的盘算 柯文哲就是我上次在 上礼拜五在这里讲 他就跟吸血鬼一样 比如说清兵党被他吸的 都不见了 所以他现在当然知道 他要往蓝的发展 事实上上次他选市长 就已经跟本土蓝在合作 跟本土蓝吗 真的 有几个本土蓝议员就是支持他 国民党 国民党 这阿建都知道 可是我们不方便说 说一下 没关系 就有一些人大家都知道 现在国民党都不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你的心配 你的心配 因为柯文哲 事实上也要看国民党谁当主席 明年五月 如果国民党主席是像 韩国瑜或这一种 比较非主流的 国民党可能会有一些人出走 出走到时候总要有个地方出来 要拿个旗号出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朱立伦 或者是江启臣这一种 那国民党出逃的人会比较少 你们还乐吗 你们会担心吗 因为柯文哲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2024时时跟您正面对决 我们有那个阿建这种坚强防守 我们不怕 你们不怕 2024不怕 所以其实民进党已经吃过亏 因为2014的时候 那个柯文哲跟民进党如交士期 每一个议员跟在他身边 而且那个时候还民进党开心的说 我们27席的议员全能打 都是因为柯文哲 结果现在用完即丢 那也没关系 我也不否认过去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柯文哲跟民进党合作 才打败我们国民党的连胜文 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回归到 是民进党用完即丢 还是柯文哲用完即丢 这两个人就是 互谋其力用完即丢 也八个字 这刚好借事任意人的 互谋其力用完即丢 但另外一部分 我还是强调就是说 其实柯文哲他有他自己的盘算 我们不一定要随之起舞 所以你们会跟他合吗 当然是不用随之起舞 两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是说 高雄不管怎么样 韩国瑜至少是我们党籍的市长后选 市长已经卸任 已经被罢免 但是我们在议会还是多数 那我们当然会推出我们自己的人选 而且再来 我们不是只看这两个月后的这个补选 重点是2022还有之后 高雄是整体我们要生根 要扎根要经营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一战缺席 那另外我们自己所有的民代 也都已经站出来讲是说 我们要求党中央赶快提出人选 提出人选之后我们请全党之力 大家一起共同来服选 所以如果任何人想要跟我们合作 或者说想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欢迎 但是我们在这一局没有缺席 跟没有避战的权利 好 据说蔡壁如 以及民众党的五人小组 已经封城仆仆去南下故庄了 所以他们确实有可能也提他们自己的人选 将来的高雄市长补选应该是三角度 如果是三角度你们就欢迎了 不 其实不管几个 其实陈其脉他的当选其实是合乎情理 而且将会是意料之中 因为他经营高雄的基层那么久 他在政坛的表现 从他五任立委到他过去代理过高雄市长 那表现都非常卓越 那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你看这次防疫抗疫 他也是贡献这么大的心力 成果也是那么好 那我觉得孟凯 我是好意提醒你们 就是说国民党跟柯文哲比起来 国民党是笨 柯文哲是坏 国民党即便以前坏小坏 你跟柯文哲还比不上 等一下 王思坚你以前不是说国民党是小坏 你一直说国民党是很坏很坏 我这种话从世间凶的口中讲起来 特别的不真实 跟柯文哲比起来是吗 对 我是指他们在 跟柯文哲比起来 你们本来过去是大坏 比起来比小坏 对 但柯文哲比起来 国民党算小坏 而且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这一块 其实事实上他们嘴巴说 我们国民党我们难受 我们在监督柯文哲 但是其实他们国民党 在台北市的这一块 这些公职 几乎是大家心里都供了一尊神 就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用他的行政资源 这样子讲你的同事 就真的是太超过了 不是 我是说真的 那你说我们民进党过去都靠 柯文哲才当选那么多议员 错了 好几位议员 比方说包括我 选举过程从来跟他不搭嘎 从他第一次选 也没有去站在他旁边 不是这样 好 所以到底蓝白怎么合 真的会变蓝白脱帽 我们不知道 但是陈时中要选台北市长 这件事似乎也是呼之欲出了 高雄市长补选眼前是在815 当然往后的两年大家在看的就是台北市长选举 那台北市长选举你说现在言之过早 确实也言之过早 但一财争议对老百姓而言就在眼前 我们来听柯文哲怎么说 医疗器材的健保插合要民众定上线 有挂带的上车 这个应该被骂到翻掉了吧 对啊 所以 还惊动蔡总统 所以这一下时钟也要自己转弹逆转了吧 这个我都很想问 这是哪个白痴跟他建议的 哪个白痴建议的 他指的白痴不就陈时钟吗 我跟你讲 这后面还有一个妙的故事 蔡壁如说 陈时钟怎么可以不替自己底下人辩护 真是太糟糕了 你看一个民众党有两种立场 不知道怎么搞 但我们要这样讲 这一次陈时钟被背刺 百分之百是健保署挑了一个错误的时间 在背后捅了一刀 因为原来陈时钟没有要接副院长 他的工作是健保费用调长 他把他一路推到底 但是健保署却忽然之间天外飞来一笔 我署涨人气可用 让我推一财部分给付的内容调长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天花板设下去之后 一定反弹 所以这个一财自付额的上限 应该指的是政府订了天花板 我要使用的一财 就是不能够超过这个金额 那表面上是为老百姓好 你不要多花钱 老百姓有时候花了冤枉钱 这是政府的说法 但实际背后让民众担心的是 这是不是让好的医财离开台湾市场 如果说这个政策的定定的过程中 是真的有找当科的医师来参与讨论 大家觉得是合理的话 也许还有点讨论空间 但我们就讲这个 没有找医生吗 他找了一些公共卫生 什么一大堆社会人士 去参与了这样子的会议 那出来的结论就是非常招 你指的他是谁 陈时钟啊 应该是健保署 健保署 健保署声称他开了四十几次会 那这四十几次会 有没有找各科专家呢 至少我们在心脏外科界里头就没有 但是这次影响我们深远的非常多 因为他八大类里头 就有好几类是我们心脏血管相关的东西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健保局给的心率调节器 就是一个心率调节器 只让心事跳跳跳 这样的心率调节器是非常早期的 它不能够进入到核子共振 它进入到什么地方就逼 哪里有磁铁的就被吸走了 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它的电池又是非常原始的电池 那这样的话它根本没有办法持久 所以健保署核定的衣材是前一个世代的 它没有对 所以它就把所有东西要综合平均起来 大家就因为心理调节器 每天都在改 每天都在创意 每天在想说 我怎么样更符合人的需求 我举例来讲 我有个心理调节器 以前设计你只要能够跳 能够走一走就好了 现在可能要跑跑步 那跑步的时候 心理调节器要不要跟上这个速度 反正衣材日新月异 对 医学日新月异 但是我们的健保署 因为经费的关系 让老百姓又有了过去旧款的 对 他希望说用这样的东西压制 压制后厂商一看 没有价值 没有利润的 我根本就不来了 那这是什么 你今天带来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更可爱的东西 这是我非常喜欢 这看起来像弹簧 这看起来像弹簧 像个小铁丝 一点都不值钱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放到血管里面的支架 你说真的假的 真的是假的 支架 它这是支架 支架不是一根一根 不是 它就是把一个动脉硬化的斑块 放进去之后 把狭窄的地方把它撑开来 等于说在山洞里面 再放一个山洞 但是这是铁丝 是啊 连王世间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是长这样 非常细 所以我们第一次看到心脏支架 这是放在哪里的支架 这是放到腿的血管里面的 大腿的血管里面的 大腿血管里面的支架 那这样的支架 你不要看 这不会生一生 当然你要想想看 这个东西最主要的特色在于说 这些小弯曲小什么 都是真过设计的 因为它不能弯 弯了后不能折在一起 不能什么东西 它是很多很多 大家一直在研究 一直在研发 而且在血管里面 这好坏也差很多 当然 你放进去之后 动脉会不会再继续在里面在硬化 东西会不会在 垃圾会不会在里面在囤积 它会不会在堵住 这是多少人参与进去 多少要不停地经过去开会 讨论 把你的经验传承给下一个人 那这个好大一根字又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可怕了 这个东西放在肚子里面的血管 等一下 这个是模型吧 不是不是 这是真的 这是放大板吧 它平常是缩在这样子 细的管子里面 然后我们从大动脉头放进去 放到定位之后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血管 OK 这是缩在 这是缩在里面的一个东西 它把它缩在这里面 对 缩到里面 然后我放进去之后 我到定位的时候 就像雨伞一样 把它一撑开来 它整个就打开来了 打开来的时候 这个纸是要干嘛的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说 我有这个布就好了 但是布放进去的血管 在流动的过程中 它就跑来跑去了 会滑动 对 所以我们就要设计这个钉子 这钉子它才能跟血管 吸附在一起 它就不太会融滑动 但还是会滑动 那怎么办呢 我上面再设计一些钩子 让它再抓到血管里面去 所以这是经过多少次的 研讨 研究 改良 一个改良就是一笔钱 一笔改良就是一笔钱 所以很多新的科技 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演进 一直在演进 连用的材质 这个支架的弯度 有多宽 多窄 它目的在什么 大家都是经过很多算性 所以你去copy 现在已经成型了 你去copy它很容易 拿块布缝几个铁丝 那是OK的 但是真正来讲 当初是有多少的兴趣 研发的时候有多少兴趣 所以好坏差很多 所以原厂的跟仿造的 它当然有差 当然有落差 所以云西你是反对了 反对第一才上线天花板 我是非常反对这个事情 非常反对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都是这样子 我们健保应该给民众的 就是一般的 基本的 对 举例要这样 我就是用传统开刀 我可以把它做好 但是你如果要更好的科技 更好的东西 我们就不停地去研发 不停地去做 那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可能费用多一点 但等到到普及化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一下 但你一下子把它定死了 那完蛋了 那以后大家都不要做了 所有厂商一看 进到台湾 就这么几个人口 那你能用我多少个 算了 我放弃你这个市场 那我们不惨了 来来 潘老师是赞成还反对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我现在去看病的 那医生要治疗我 他需要一些材料 那这些材料呢 那个健保局没有办法全部负担 因为他财务有困难 是 所以因此他就要求我自己付 那我自己付呢 那我到底要付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就是由我自己来决定 或者是我跟医生共同决定 就应该可以让我选啊 对啊 我可以选两万的 也可以选五万的 可以选十万的 对啊 那现在问题 那现在定了上线不就 十万的我就不能选了吗 对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去管我自费的这个上线 其实他已经管到 我跟医生之间的一个对话了 其实已经超脱他的范围了 所以我觉得他定这个东西 有一个很奇怪的线人就是说 你自己的事情不去管好 然后去管到别人的事情 感觉上好像已经 他自己的事情是什么 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他 应该是健保给付的部分吗 对啊 他健保 那老百姓自费的部分 你管我干嘛呢 我爱怎么自费怎么自费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自己的事情 他其实自己的事情 不是光给付的问题而已 是他的那个钱不够用了 健保要破产 对 他健保要破产了 那他自己要健保破产的这些 他不去管 他现在去管另外一块 是我跟医生之间的一个讨论方向 那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 他管这个要干嘛 就是说他管超过他的范围了 所以因此有两个现象出现 两个现象 一个人是认为说 这个就是为了 要赚一个所谓的名声 就是因为我这边的名声很臭 所以因此我赚一个帮你们去 限制医生跟你们收钱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让老百姓省钱 对 他想要有这个印象 或者我们再猜 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去管分外的事 就好像说王世坚没事 去管到别人家的钱要怎么花 那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第一个感觉说 奇怪 王世坚去管我们家钱 要怎么花是什么意思 那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他真的关心我 热心公益 对 他关心我 因为他怕我们家以后没饭吃 他关心我 要给我这种印象 可是问题是 他这种印象管得很奇怪 就是刚刚袁医师讲的就是说 我的病到底应该用到 什么样的材料 最懂的是谁 医生 当然 那我能不能负担 是不是我个人的事 所以医生跟我解释说 我应该用到这个材料 如果我也负担得起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医生说我要用到材料 但是我负担不起 那这时候可能要讨论 所以因此他管到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在管什么 就是说你完全不懂这个人 到底什么病 什么适应症 要用到什么材料 那你就能够定上线 对不对 很多变化 那你是怎么个定法 我们都不知道 好 我来补充一下绸医团体 因为今天绸医团体没有来 绸医团体假设是 每个医生都是坏蛋 你今天只要医生跟你推荐的产品 他一定拿很多回扣 所以我们健保署一定要为了避免 医生为了拿回扣而推荐 超过合理范围以上的医材 然后医生就抽不到钱 所以我现在健保署跟绸医团体 就觉得我们替天行道 但实际上这个建立在一个 错误的假设上面 那会不会因为争议真的很多呢 有没有可能老百姓 在医材给付之间是有很争议 健保署的声称是有很多人投诉 但是有多少人投诉 投诉哪些医材 他拿不出资料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在一个犯罪者前提之下 要推限定自付而上线这个问题 就等于剥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可能性 那你这样子要告诉我医生真的很坏 每个医生都是犯罪者 然后这个逻辑才通 但他推不出这个逻辑的时候 躺枪的就陈时中 而且苏贞昌还趁机踹了他一脚 苏贞昌有趁机踹了他一脚 有 苏贞昌说他的这个政策 没有经过医界好好的商量就推出来 刚刚新闻有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刚刚我们这个讲到说 这个仇医团体的这个事情 那我看成时中可能 完全 对 他这完全错误 因为我们的医生的培养 这些人都是人心人数的 虽然是说可能有一些老鼠死 但那个很少 所以你把一大堆的人都想成这样 这第一个人家就很不爽了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忽视专业 就是专业在那里 组织医师的决定 那你怎么能够去挑战组织医师的决定呢 所以看得出来 苏贞昌跟陈时中 没说得好 我觉得陈时中也可以 所以陈时中做负格魁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了 我觉得陈时中也是受害者 健保署也不一定有跟他讲清楚 不过有没有跟他讲清楚 他是 他懂了 他是卫福部长 他是主官 我知道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卫福部应该做的只有 就是医材要 资讯要公开透明 公开 公开 你能做的就只有这个 那其他我就学王世坚 四个字干你屁事嘛就只有 不 但是这里 那个王任贤 王理事长 就经常来我们节目的 也是我的好友 他投出媒体说 奇怪了 那陈时中本身是牙医 为什么没有去提牙医的职牙部分 为什么只提医生的医材部分 所以医界也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不太公平 瓜田里下 对 但是实际上 那个谁 阿官 我要讲的这个重点在这里 这跟瓜田里下什么关系呢 就是刚刚我们潘医师讲的 潘老师 他这是只有推出五颗 你没有去管道这个牙医的部分 不是 但是 坊间更有人讲是说 这有可能造成会劣币 去阻良币的状况 大家不要去误会这东西 其实重点还是 病人你要接受个东西 我举例来讲还是 这一次八大肋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心理调节器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现在最新的心理调节器 你可以用到15年不用再开刀 健保局给的只能用10年 甚至7 8年就已经没电了 你就必须要重新开一次刀 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告诉大家 像这个支架也是这样 上面要不要再涂个药 因为涂药的话 在研究显示说 它在五年后的通透率 还可以达到7成以上 如果单纯放个这个铁丝网上去的话 因为它还会动脉硬化 还会脏筋会贴上去 它还会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都会解释给你听说 你现在健保局会让你 立刻把你的旋关打通 你现在上去 你心脏马上会跳 但是如果你稍微买好一点东西 或是现在科技所拥有的东西的话 你有机会将来不需要再开一次刀 你要不要考虑看一看 你有没有保险 你有没有私人的保险 你有没有质量费用 如果没有 我们照样教你 照顾你 同样一个道理 你不见得要用支架 我还可以做传统的绕道手术 那是健保局完全给付的东西 所以这都是一个医病之间的沟通 你一开始就把医师当作是一个贼 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要干什么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有可能剥夺老百姓 有更好选择的权利 另一方面有可能重演之前 健保给付原料要退出台湾市场的噩梦 对 这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限制这个收费上限 那好的人家就不来了嘛 对啊 因为我赔本做生意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 你需要一个医材 假设这个材料买就是16000块 然后你设个上限8000 那我不是做一个赔一个 那以前在历史上面 曾经出现过一件事情就是说 也是医材的问题 有一个国内一个很大的医院 因为健保给付只有8000 可是他做一次医材要16000 那怎么办啊 所以他没办法中的办法 他就开始做所谓的回收 就是抛弃式的竟然还重复使用 对 他做成回收 那一次造成了感染一个很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能讲哪一个医院 大家新闻可以查得到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以后如果 如果因为你的设定的上限之后 然后如果又要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结果会造成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大量退群潮 实际上这个状况 为什么忽然之间 因为一直是很挺小英的 我们这样讲 忽然之间蔡英文总统会出来 就是因为出现了排山倒海的反对压力 这个排山倒海是原来一届有个群组 就是挺小英 一届你知道从以前到现在传统上都偏绿 而且是始终的蔡英文支持者 忽然之间因为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大量的退线的群组 全部退 退之后还有人直接上告小英 说这不行 你这样做了之后 我们这些医生都觉得白支持了 尤其是新冠肺炎抗疫还没结束 奖还没有拿到 先罚 卫赏先罚他们一届的反弹非常非常大 刚刚我们有讲完一个重点就是说 王任贤说 他为什么没有管牙而只管医 我要讲我的结论是说 因为陈时中对牙很懂 所以如果有人跟他提说 植牙要设上线的话 他一定会笑他说 你这太不专业了 那你意思是他对西藏不懂 对其他科不懂 他就乱下指导棋了 我这句话没说出来 但是你帮我推的 这个我做坏人买 陈时中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而走下神坛 陈时中真的会去当副革魁吗 到底是留在卫福部这个位置 比较有利他2022的市长之战 还是去当副革魁 我觉得下半年 术院长应该考虑的是经济 所以我认为省荣经济会要高一点 那他留在卫福部对他比较好吗 他要不要选举那是以后的事 还早嘛 刚刚我也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想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定这个政策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想出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是不是要赢得民众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名声 就刚刚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的绸医团体所讲的这样子 他想要赢得一个 对对对 但是这绝对不对嘛 那第二个就是有人在猜 就是我们阳明大学的一个毕业的校友 就是前健保局总经理叫张红仁 那么他认为说你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以后 受惠的是保险公司 就私人保险公司 因为很多人有私人保险 那如果说你这个 因为自费的部分是 你拿了这个收据之后 你可以跟保险公司申请给付 那你如果定了上线之后 那些私人保险公司爽歪了 因为 保险公司爽歪了 因为我付了很多钱对不对 那我就想说我以后材料用好一点 对我人好一点 那我今天圆明期跟我讲说 要用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合理 我觉得对 那我本来可以报保险公司的 你现在订了个上线 那保险公司笑歪了 本来你可以向我申请算 现在只有8000 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张红仁讲这个话 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 那可是我也想不清楚说 一个堂堂的一个 一个卫福部长或者健保署 怎么会跟 保险公司扯上关系 这一点我真的想不通 好 我也想不通的是 国民党怎么从头到尾都没声呢 在这件事情上 这么安静呢 不用没有声音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来不及出事的时候 已经被民进党的 包括说苏贞昌 包括蔡英文神速切割 所以我讲说八个字 没有 我八个字 娟姐 八个字先听完 避重就轻 超速切割 避重就轻 避什么重 卫福部现在最重要是医疗上线吗 医财上线吗 不是 大家都知道是说 不是那时候 陈时中防疫完之后 就要说所谓的一个 健保费的一个讨论 或是检讨等等部分 但是他不处理 反而去处理这个部分 而且政策出来不到一天两天的时间 马上又火速转弯了 这是在延哪一出 我们不懂 第二个部分 苏贞昌院长也好 或说蔡英文总统也好 怎么马上好像把陈时中 当成是这个唯恐避之不及 马上切割 让陈时中自己去担任这个炮火 去挡这个子弹 所以 娟姐刚刚有讲是说 这个陈时中可能当副格魁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不可能 因为苏贞昌院长容不下一个 民调比他高 声望比他好 然后社会地位比他好的人 在他旁边 我觉得苏贞昌会撞不掉 政治归政治 老百姓的医疗权益 那才是最重要的 回来讲这个医疗权益 刚刚谈到的是医财 其实原料要退出台湾市场 这个问题一直很严重 但是健保署到现在没有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价钱一直在压下去的时候 任何人 因为我们台湾 等一下 我修正一下 不是原料 是原厂药 原厂的东西 原厂药 原厂的药 原厂药 原厂的药 这是非常昂贵的一个东西 它的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台湾都是去代理 代理的话就是找利润 大家一算利润不对 然后原厂一看 来台湾你们用不了多少 尤其是小儿科最可怜 因为小朋友要本来一颗 他还减得四分之一颗 六分之一颗 大家根本吃不了几颗药的时候 他大家就一直压 一直压 压到最后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小儿科的抗生素 那是小朋友的救命药 就是救命药 现在台湾也没有办法买到 太多这种例子了 这不是美举的 就是大家算一算后知道 台湾市场也小 价钱压了这么多低 但是你在审核的机制 是一步一步的 审核的费用是非常高贵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一算 我来台湾做什么 我来台湾干什么 那是不是很多医院 根本不用原厂药了 或者很多医院是 有原厂药也有学民药 但是如果医生 一直在用原厂药 会被警告 会被关注 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原厂药 就是它本来有一个 智慧财产权 对不对 时间一到 它就开放了 开放之后 你只要去看一下化学城市 然后只要有80% 90% 是符合的 它就准许说 你这是类似的东西 你就可以出来了 效果还是有差的 就一定有差 因为吃了以后 就是觉得不太一样 因为原厂 也一定会藏个什么东西 它才会知道说 我这个东西 藏一手 甚至于 美国的原厂 跟中国大陆 通通都是同样一家工厂 它有些时候 做出来的东西 都不太一样 你不要说 可口可乐都是一样 你在美国的可口可乐 跟在非洲的可口可乐 在台湾的可口可乐 有时候喝起来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用了糖 用了什么东西 都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有差异在那里面的 更何况是药 对 更何况是药 原厂药和学民药 确实有它的差距 但是现在 为了节省经费 有医生说 以前我们用不起 未来我们买不着 所以 到底是用不起比较严重 还是买不着比较严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